這個字應該很大 首先寫的時候,如果我的稿這麼大 就先不要把它放大 你要用這個尺寫熟座 照著 這個就是廣字頭 照寫,角度要一樣 幼的 重的 回 重心點沒有變,換言之應該 這個到這個 到這個 提筆,提起點 提起點 筆劃,很多人坐這個 中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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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안녕 很多东西都随意认为,不要计算 也不要太忧虑 写完这个之后,先写熟 在这个阶段,这个大小 你不用看着这个也写得到 这个写完之后,就另一个东西 我示范一下 100克 如果要吸收整支物汁的话 这个样子就差不多 要开水 开水 开水有多少呢? 一比一 加水 如果不是,我喜欢稀少少 你就加多一点 如果不喜欢稀少少,喜欢稀少少 就加少一点 写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 要不需要摄格 写大字,写两个字 不需要摄格 因为只有两个字,很简单 稍微对摄一下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位置 那就是二尺乘二尺 那你写的时候呢 把另外一尺,另外二尺就是这样摄下 这里是二尺乘二尺 写的时候,尽量用更重的东西摘住 为免它动 嗯 其实写的时候就不紧张 写过一下就已经很忙碌了 如果你熟的话 最紧张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放进去那一刻 你都不知道吸多少 多你又不敢摄不住 因为正在滴 是不是?正在滴 正在滴 相反来说,你太干了 又怕不够物汁 那怎么做呢? 一来靠经验 二来你要知道 如果我想整个矿子都写完 起码都要在这里 存着物汁 那怎么做呢? 吸完物汁之后 这里 刮一刮 让它没跌得那么厉害 这里还是有密的 就这样可以下筆了 OK 想着重一点 有信心一点 提笔 令到它有粗幼 быть够完了 床大的中心点没有变 你查看这个位置 长大的 不要用翅膜 光ec 就是这样黏黏狗的 如果用辣偌 Glory email 1-3 notably 刚好你看到一个字 另一个字 两个字 用多些位置 一样,含着一些蜜 这个蛋是被你含着蜜,不要刮光 刮就刮这个头 比较重 就像这样 试一下